這五男女之中 我覺得可能就… Alex和Mishy比較相似 我覺得最相似Alex和Mishy 寧木和Sika 我覺得寧木和Sika最相似 應該是Alex和Maisy Maisy和Alex Sika和寧木,我覺得相似 可能是Alex和Mishy 寧木和Sika真的有機會 我覺得Maisy和Alex最相似 Alex和Maisy 兩個都是運動員出身 而且我覺得他對Alex也很有好感 他們有一種金銅玉女的感覺 一個英俊、一個美女 然後兩個都是運動員 然後可以交流運動心得 可以找一天在草地上 穿著流冰鞋踢球 Alex和Mishy 我們在這次的節目中 來到今晚 真的可以說是我們整個節目中 最重要… 高潮所在 最緊張的時刻 今晚就是看看他們會怎樣選對方 會否得到回應 在說出你的心聲之前 希望你可以先把你手上的禮物 送給他,好嗎 我看到他的項目 是甚麼?寫了甚麼 是我的特別的 我第一次見到你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精彩的人 希望這份禮物就像你… 一人那麼… 紛紛色彩 謝謝你 你有甚麼最後問題想問嗎 在過去一起外出街是很開心的 那你對我有甚麼想說 可能我的外形會被人覺得 我是一個很打扮自己的女生 因為我單身了這段時間 其實真的沒甚麼男生追求我 然後我有想過我有很多缺點 你對我的好感 可能因為未夠了解我 因為我不是一個 很適合投入短愛的女生 不知道你明白嗎 但我… 因為你說過你是一見鍾情 但我要時間培養 因為我只是看靈魂的人 我以前的男朋友 我完全不看外表 所以我想我們的進程 有點進度不一樣 因為我們的性格不同 但我很感謝你 你這段時間的所有真誠 我完全感受到 而且是真誠的 很感謝你 但你的心意很重 重得我有點承受不了 很興奮 但我也很開心認識你 你這麼真誠的人 感謝你 不用,謝謝 給他們掌聲,好嗎 謝謝 那可以先回歸 好 這感覺很大,很痛 好,我很緊張 好,謝謝 你看 你很緊張 謝謝 我說你很厲害 就是這個,你很真誠 真誠 真誠 真誠,你像男人 還是那句,我不知道自己喜歡甚麼 但我很清楚自己不喜歡甚麼 但事實上我真的感受到他的真誠 所以我就想告訴他 我感受到 但是不要再負我,不必亂想我 意料之外,我也期望是有其他答案的人 大部分其他答案都是跟我想的一樣 就是最終結果 不如我們請下一位男生出來,好嗎 有請Mixon… Johnny,真的嗎?寶貝 Johnny… 對,他今天甚麼時候是Johnny… 對,真的很像 今天是Johnny的一句 對 他這個魔導王是準備盜取哪個女生的心 因為他之前跟Mishi和Bacy出街 貴人出門的風雨 好像幫他套上婚紗 我像婚紗一樣 你覺得這個感覺不錯嗎 挺開心的… 所有東西都合格 我覺得知識上我跟Mixon是勝出的 五個中可能最妥談到這些事的人 是他 我的天啊 很有心機 這麼大,你也沒有這種東西享受過 你好像小朋友的惡行路 這樣嗎 這樣嗎 這樣挺舒服的,你繼續吧 你繼續吧,我這樣… 拖著你嗎 對,我記得這樣舒服很多 跟Mixon有很多共同的話題 今天我們所有談論都比較順利 我覺得 所以你究竟會跟哪位女生表白 以及將這份禮物送給哪位 對,你自己說吧 我會送給Mishi… Mishi… 請Mishi出來接送這份禮物 為何我最後選Mishi 我覺得是… 因為跟她交流人最多 我們的第一天 我們比較多時間相處聊天 去了解對方的性格 分享大家不同的故事 你可以拆一點 然後我再說 好,好,拆一點 很瘦身 我覺得真的很緊張 真漂亮 這是甚麼 別發脾你這麼認識的 對不起… 這個可以解釋一下嗎 是否死亡恐嚇 很邪惡 死亡恐嚇 先聽解釋… 我來看這個 出生自2018,10月 我試過會發聲的東西 來自墨西哥小赫赫 很音樂 怎麼發聲 它是我在墨西哥買的手信 你按著他的眼睛 它就可以有不同的… 五度音 我先替你拿著盒子 你試試玩玩… 你的身體很危惡 我跟今天的狀態很危惡 Mixon送骷髏骨頭型的陶笛 比你真的有點奇妒 但向來細心體貼的他 又怎會這麼簡單 你們自己看 甚麼 有甚麼在裡面 戒指嗎 其實是畫這張照片 甚麼 因為是… 是第一天的照片 我可以讀 我可以讀一下 讀一下 他買了綠茶,很厲害 經典手信 我看這邊 對不起 這裡很認真 我寫了一些,我讀吧 也是我想有些表現的話語 明白… 那就讀一下 好 3、2、1 很緊張 我很緊張 我很開心認識你 記得第一天我們見面時 大家有很多共同的話題 很合適,很合謂的 而且很感謝你很真誠地 跟我去相處交流 其實這是另一份禮物 其實是一些飯券 因為我知道你有做義工 我記得當時我們在商業市場 突然一個叔叔結了 我們一起扶起他 我覺得那也是一個很好的緣分 因為我們互相去討論 大家的一些義工的經歷 所以我想藉著這份禮物 就像我們做了一個義工 因為這個音樂就是… 我知道你喜歡玩音樂 我自己也很喜歡音樂 所以希望有機會 完成這個節目 我們也可以一起做義工也好 一起玩音樂也好 就是這樣 首先,謝謝你 我覺得很久沒收到男生送 這麼有心思的禮物 我覺得Mixon有記住 我們第一次約的細節 我覺得這個很開心 而且我覺得… 這份禮物充滿著Mixon的細心和體貼 究竟Mishy 會否被Mixon的誠意打動 向她說對嗎 不如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我今晚不選你 你會否不再討論我一個問題 不會,絕對不會 那即是不用選擇你嗎 可以 可以 真的嗎?絕對 因為我也有一種感覺好像… 怎樣說 我和你的交流會感覺到 我們真的可以做到朋友 所以你不需要在這個時候選擇我 我自己覺得 會想跟你做朋友 當然了… 謝謝 很感謝你,我很開心 謝謝 謝謝,再見 再回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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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了,你真正我的東西 好,我們走吧 好… 很欣賞Mixon最後的容心 因為我們一開始的女生 也有點懶惰 我會覺得Mixon好像沒有做自己 有點吐包 但到了最後的送禮物 她說了一番說話,我覺得她是真的 為何這件事會令Mishy有一刻的猶豫 是因為她也感覺到,她感覺到是真的 證明了原來拍拖 不用弄那麼多花神 原來是真心就可以了 真的 我有一點慶幸節目組 沒有找我玩其中一組 不然你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因為全部懂事 但其實我很容易 你的Mishy,心如錄狀 太好了 但你有看過那邊有人選擇你嗎 對 那當主持就對了 好 接下來是哪位朋友出來 Alex 恭喜Alex,來吧 擁有花光血統的Alex 可以說是這個節目的幸運兒 因為只有他一個 可以跟三個女藝人約會 不知道他又會怎樣抉擇 Alex最厲害的他 是 一箭三叼 還有三個女藝人約會 是 不知道你心裡想選哪個女藝人 我心裡真的很相互 是 很矛盾 我最相似的就是… 我最相似的就是跟Mishy… 是Mishy 你很害怕 Isabella,你需要喊得這麼大聲嗎 還沒輪到你 Alex 你準備了甚麼禮物 要這樣幫她 怎樣 送給Mishy 我們的旅程,有時要去計劃 有些事情發生 例如踏單車時,我有傷 其實我看到這種情況 就是你的真正性 很愛的女生 我有傷時,她真的想幫我 賺水,還有賺水 我喜歡看到那位女生 所以我選擇你 謝謝… 那是你的禮物,你的披薩 對不起… 送給你的披薩 這是甚麼 這是一個畫畫的套餐 對 我喜歡說 Mishy也跟我說 她很喜歡畫畫 而且我們的旅程 也有做出創意的活動 畫畫真的很特別 因為你混合了一個畫畫 然後你刀上一個畫畫 不是很精準的畫畫 其實我記得是… 像我喜歡做這些創意的東西 很嫩嫩的風格 所以在這張圖片裡 我看到這張圖片 然後想揮上它 你自己喜歡的東西也投放進去 她想說的事,我都說完了 又再次輪到Mishy回應 我也很驚訝你有記住我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 最初我對你有點誤會 因為知道你選擇兩個女生 好像很花心 但我覺得跟你相處完 還有認真聊天 其實你是很純粹的人 我們的約會 我最深刻的是你帶我去海洞 教我用法文說我不是垃圾 Je ne suis pas, je ne suis pas, je ne suis pas 我喜歡的… 是鼓勵我的成長 而且她看到我負責的臉 想支持我 所以… 我還是… 又再一次 面對外國型男的表白 Mishy 這次你會怎樣 你問我聽到這個節目的構思 我覺得是挺困難的 要她們在一個月內認定大家 或者選好了 其實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因為她們始終不是一個月內 每天都會見 一個月只會見一、兩次 她有鼓勵我的成長 還有她看到我負責的臉 想支持我 所以… 我也是選擇你的 對,我第一次… 太好了… 很厲害 我當然要先認識多一點 為甚麼?很高興 但如果我看到她們這刻配對成功 是否起碼有個心情的擁抱 對… 我很興奮 好,很興奮 恭喜你 好 請兩位去到幸福寶座 先去就座 神經病… 一起坐吧 不用交界了 我真的… 我選了她的第一選 我真的相信她的選擇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她會這樣 我們應該很純粹 沒有想對方選擇自己 但我們選了想選一個人 其實我也感受到她的兩難 她也不想得失任何一個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我跟她之間會明白這件事 因為我們可以保持朋友 所以不一定在這裡 一定要選擇我才行 所以我會很開心 她跟Alex反而配對成功 感動的時刻 剛好感受完了 記得下一批是誰嗎 Kiva吧… Kiva… Kiva… Kiva今天比兒子長大了 對,很可憐 很Kiva,兄弟 你明白我甚麼意思嗎 我明白 今天要看看你的意思是甚麼 看看我的意思是甚麼 因為Kiva跟Dee姐和家營出去 你叫甚麼 我叫Isabella 我一直以為你叫Isabella 這傢伙很害怕 Kiva,你別跟我來那些兄弟 說你好,我不要 好… 我們是約會的對象 我覺得台灣的男生很細心、很溫柔 但其實骨子女很大男人 你跟台灣女生拍拖有甚麼感受 跟香港人稱讚好嗎 他們很威風 剛才參飯令我覺得我跟她很合談 也要看看究竟選誰吧 是吧 你終於是來回衝突 是吧 第一集見你不是這樣說話 沒事吧 我不是很喜歡說話 不用我那麼辛苦 我這個禮物… 我這個禮物送給Dee姐 謝謝… 謝謝… 但又這麼興奮? 不好意思,我先聽你 太好了 你不可以看 很緊張 謝謝… 謝謝 你想打開甚麼 好…不介紹嗎 直接打開嗎 不介紹,看看 好… 你知道甚麼嗎 鍊子 你買首鍊,好像首鍊會比較好 然後就買了一條首鍊 因為我覺得漂亮 而且好像挺合襯 就是這樣 Kiva,你又送了禮物 對 還有甚麼心情的話 跟Dee姐說嗎 有的 說一下 這個月,可能見到你三次、四次 我覺得跟她相處得很舒服 大家會一直聊天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是很自在 跟她一直沒有很不舒服的感覺 或者我們可以繼續說下去 可能完結了這個節目 之後會繼續跟你做朋友 好 然後一起,你明白嗎 明白 那Dee姐… 你先給我一點回應 我是選擇你的 這樣就行了 對,這樣就行了 那你先說話吧 我是選擇你的,好 她想多聽一點,Dee姐 我想多聽一點 是這樣嗎 真的要這樣,你怎麼做 你怎麼了 我還沒聽完,我輸了 剛才不用說,我沒想到 我說了很多 是嗎 我特別去完第二次之後 我覺得跟你在一起真的很舒服 我覺得你有一些我在其他人身上 看不到的東西 我覺得你很純粹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明白嗎 我明白 那我最好 好吧 那你給點角色吧,好嗎 好… 好 這樣就請她們兩位又坐在後面 對嗎 慢著… 有甚麼理由她們兩位配對成功 對… 她們是愛的婆婆 好… 她們是朋友 這些東西不可以做慢一點 對 她決定慢一點 我做甚麼 她看得到我 自己是朋友 她一直這樣… 我破壞了,我先退後一點 好,破壞了 你又懂得點東西 好 又可以多一次機會了,NG KIM要長大了,不用你教 對 好… 很好… 先按久了 對,夠了 很棒 給KIM獎式,很棒 恭喜KIM… 恭喜你,你是世界最有品味 以及最幸運的人 謝謝… 她有可能會選擇我 但她也有可能不選擇我 我沒有選擇過 選擇誰 但有想過選擇其他人會怎樣 Kiva說送給Dee姐的手 我有一絲失落 而且我保證自己不是自尊心 原來我還想跟Kiva相處 所以我覺得我真是… 快自真心選Kiva 我不是為了逃避阿杰 絕對沒有關係 最後一個要表白的 就是來自日本的玲目 不知道她和Sika 會否成為第三組的成功配對 不知道玫瑰會有緣分 很開心認識你 誠意分有10分 實際分有0分 現在很尷尬 Sika應該算是很溫馨感的女生 所以很多日本人應該會喜歡她 我是那些很害怕對我好的人 我會有點防備她 但其實慢慢相處 其實全門的心態會舒服一點 好 我是否要拆掉 你是否想她拆掉 你想拆掉 你拆吧 好,謝謝… 好 謝謝 別害羞了 謝謝 慢一點 檸檬 對…輕輕一點 這是甚麼?荔枝 這兩個禮物是日本的 第一個是這個,這是玉手 是玉手 對… 我會寫得很漂亮 在日本之中 應該可以特別一個… 就是另外的人,對吧 我給你吧 好 還有恭喜喝醉 沒有發現,你怎麼這麼搞笑 老實說,0分在整個過程中 我覺得她越來越可愛 而且她有加分 而且從頭到尾都很紳士 這件事真的挺好的 這件事是蠟燭 蠟燭… 是很一色的 是 還有歌手寫一些比較特色的詞彙 特色的詞彙 對… 例如說 未來可期… 一般人不是直接說話 我們轉換目角 明白… 未來希望有我的 所以一般人… 全都是比較專門的 好… 你有否有些直接的說話 想跟Sika說 其實透過兩次約會 我大概明白Sika的感情 我希望之後可以外出 或一起玩 比較輕鬆 我希望可以放鬆 可以放鬆 一起外出 對 希望之後可以保持朋友 和友好 對 好的 究竟經常跳祭的Sika 會否被靈目的情深說話所感動 從此打開自己的心悲 可以放鬆 可以放鬆 即使他有你的感覺 可以放鬆 一樣 可以放鬆 我們要放鬆 我們可以放鬆 我們要放鬆 我們要放鬆 可以放鬆 我們把他放鬆 放鬆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